阿诚 齐王 第一章 车站是乱得不能再乱 成千上万的人都在说话 谁也不去注意那条临时挂起来的大红布标语 这标语大约挂了不少次 字纸都折得有些坏了 喇叭里放着一首又一首的语录歌 唱得大家心更慌 我的几个朋友都已经被我送去插队 现在轮到我了 竟没人来送 父母生前颇有些污点 运动一开始就被打翻死去 家具上都有机关的铝牌编号 于是通通收走 倒也名正言顺 我虽然孤身一人 却算不得是独生子 不在流程政策之内 我就这么野狼似的转悠了一年多 终于还是决定要走 此去的地方按月有二十几元的工资 我便很向往 争了要去 居然就批准了 因为所去之地 与别国相邻 斗争之中除了阶级尚有国际 出身孬一些的 组织上不太放心 我征得这个信任和权利 欢喜是不用说的 更重要的是 每个月二十几元 一个人如何用得完 只是没人来送 就有些不耐烦 于是先钻进了车厢 想找个地方坐下 任凭站台上千万人话别去吧 车厢里 靠站台一面的窗子 已经挤满了各校的知青 都探出身去 说笑 哭泣 另一面的窗子朝南 冬日的阳光斜射进来 冷清清地照在北边 众多的屁股上 两边行李架上 塞满了东西 我走动着 找我的座位号 却发现 还有一个精瘦的学生 孤坐着 手拢在绣管里 隔窗放着 车站南边的空车皮 我的座位 恰好与他在一个阁里 是斜对面 于是就坐了下来 也把手拢在绣里 那个学生瞄了我一眼 眼里突然放出光来 问 下棋吗 这倒吓了我一跳 急忙摆手说 不会 他不相信地看着我说 这么长的手指头 就是个捏棋子的 你肯定会 来牌吧 我带着家伙呢 说着就抬身 从窗钩上 取下书包 往里掏着 我说 我只会马走日 向走田 你没人送吗 他已经把棋盒 拿了出来 放在茶几上 塑料棋盘却搁不下 他想了想就横摆了 说不碍事 一样下 来来来来 你先走 我笑了起来 说道 你没人送吗 这么乱 下什么棋啊 他一边 把好最后一个棋子 一边说 我他妈要谁送啊 去的是有饭吃的地方 闹得这么哭哭啼啼的 来来来 你先走 你先走 我奇怪了 可还是 踮起炮 往当头上一移 我的齐寒文一到 他的马 却啪的一声跳好 比我还快 我就故意将炮 移过当头的地方停下 他很快地 看了一眼 我的下巴说 你还说不会 这炮二平六的开局 我在郑州 遇见一个个人 就这么走 险些书给他 炮二平五 当头炮 这老开局可有气势 而且是最稳的 啊 你走你走 这时候 我倒不知 该怎么走了 守在棋盘上 游移着 他不动声色地 看着整个棋盘 又把手绣了起来 就在这时 车厢里乱了起来 好多人涌进来 隔着玻璃往外招手 我就站起身 也隔着玻璃 往北 看月台上 站上的人 都拥到车厢前 都在叫 乱成了一片 车身呼的一动 人群嗡的一下 哭声四季 我的背 被谁捅了一下 回头一看 他一手护着棋盘 一边说 没你这么下棋的 快走啊 我实在没心思下棋 而且心里有些酸 就硬硬地说 我不下了 这什么时候啊 他很惊恶地看着我 忽然想明白了 身子软下去 不再说话 车开了一会儿 车厢开始平静下来 有水送过来 大家就都掏出缸子 要水 我旁边那人打了水 说 谁的棋 收了收了 我要放缸子 他很可怜的样子 问 你下棋吗 要放缸子那人说 反正没意思 来来一盘吧 他就很高兴 连忙码好了棋子 对手说 这横着算怎么回事啊 没法看 他搓了手说 哎呀臭臭 平时看棋的时候 棋盘不等于就是横着吗 来来来 你先走 你先走 对手很老练地 拿起了棋子 嘴里叫着 当头炮 他跟着跳上了马 对手马上把他的足吃了 他也立刻用马 吃了对方的炮 我看这种简单的开局 没有什么大意思 又实在对象棋不感兴趣 就转了头 这时一个同学走过来 像是在找什么人 一眼望到我就说 来来来四缺一 就差你了 我知道他们是在打牌 就摇了摇头 同学走到我们这一格 正带伸手拉我 忽然大叫 嘿 齐呆子 你怎么在这 你妹妹刚才把你可找苦了 我说没见啊 没想到 你在我们学校这节车厢里 气都不吭一声 你瞧瞧 这又下上了 骑呆子红了脸 没好气地说 你管天管地 还管我下棋 走 赶你走了 就又催促我身边的对手 我这时听出点音了 就问同学 他就是王医生 同学睁了眼 说 你不认识他呀 哎呦 你可是白活了 你不知道齐呆子啊 我说 我知道齐呆子就是王医生 可不知道王医生就是他 说着 我就仔细看着这个精瘦的学生 王医生勉强笑一笑 只看着棋盘 王医生简直大名鼎鼎 我们学校和旁边几个中学 常常有学生之间的象棋厮杀 后来拼出几个高手 几个高手之间长摆擂台 渐渐的 几乎每次的冠军就都是王医生了 我因为不喜欢象棋 也就不去关心什么象棋冠军 但王医生的大名 却常被搬上几个 棋篓子供在嘴上 我也就对其事迹略闻一二 知道王医生外号棋呆子 棋下的神不用说 而且在他们学校那一年级里 数理成绩总是前几名 我想棋下的好 而且有个数学脑子 这很合情理 可我又不信人们说的那些 王医生的呆事 觉得不过是大家寻一文笔事 一块言论罢了 后来运动起来 忽然有一天 大家传说 棋呆子在串联时犯了事了 被人押回学校了 我对棋呆子能出去串联表示怀疑 因为以前大家对他的描述 说明他不可能解决串联时的吃喝问题 可大家说呆子确实去串联了 因为老夏琪被人描中了 就同他各处走 常常送他一点钱 他也不问 只是收下 后来才知道 每到一处 呆子必要挤着头 看夏琪 看上一盘 必要把书家挤开 与赢家杀一盘 初时大家看他其貌不扬 不与他下 他执意要杀 于是就杀 几步下来对方出了小汗 嘴却不软 呆子也不说话 只是出手极快 像是连想都不想 待到对方终于闭了嘴 连一圈观旗的人 也要慢慢思索其路 而不再支招的时候 与呆子同行的人 就开始摸包了 大家正看得紧张 哪里想得到 钱包已经一煮 待三盘下来 众人都摸头 这时呆子倒成了棋主 连问可有谁还要杀 有那不服的 就坐下来继续杀 最后仍然是无一盘得力 后来常常是众人 骑坐一方 七嘴八舌的与呆子对手 呆子也不忙 反倒促众人快走 因为师父多了 常为一步骑如何走 自家争吵起来 就这样 在一处呆子可以连杀着一天 后来有那观旗的人 发觉钱包丢了 闹嚷起来 慢慢的 有几个有心计的人 暗中观察 看见有人掏包 也不想 之后见那人 晚上来邀呆子走 就发一声喊 将扒手和呆子 一起绑了 由造反对审 呆子糊糊糊糊的 只说别人常给他钱 大约是可怜的 也不知道钱从何而来 自己只是喜欢下棋 神主看他那呆相 就命人给压了回来 一时各孝传为异事 后来听说 呆子认为 外省的马路骑手 高手不多 不能长进 就托人找城里名手进站 有个同学就带他去见 自己的父亲 据说是国内的名手 名手见了呆子 也不多说 只摆一幅 据说是宋朝时留下的残局 要呆子走 呆子看了半晌 一五一时到来 替古人赢了 名手很惊讶 要收呆子为徒 不料呆子却问 这残局你可走通了 名手没反应过来 就说还未通 呆子说 那我为什么要做你徒弟啊 名手只好请呆子开路 事后对自己的儿子说 你这同学 居要不训 奇品连着人品 照这样下去 奇品必略 又举了一些最新指示 说若能好好地学习 奇风必见 后来呆子认识了一个 捡烂纸的老头 被老头连杀三天 而紧赢一盘 呆子就执意 要替老头去撕大字报 不要老头劳动 没成想 有一天撕了某造反团 钢贴的席文 被人拿货 又被这造反团 栽无于对立派 说对方是施阴谋 弄诡计 必讨之 而且是 是可忍 孰不可忍 对立派又因使人 偷出了呆子 用呆子的名义 对先前的造反团 反戈一击 就这样 一时呆子的大名王医生 贴得满大街都是 许多外省来取经的革命战士 许久才明白 王医生 原来就是个棋呆子 就有人请了去 外省会一些江湖名手 交手之后 各有胜负 不过 呆子的棋 据说是越下越精了 只可惜 全国忙于革命 否则呆子不知道 会有什么造就 这时我旁边的人也明白了 对手是王医生 连说不下了 王医生便很沮丧 我说 你妹妹来送你 你也不知道 和家里人说说话 倒拉着我下棋 王医生看着我说 你哪知道 我们这些人是怎么回事 你们这些人 好日子过惯了 世上不明白的事 多着呢 你家父母 大约是舍不得你走 我震了震 看着手说 哪来的父母 都死去了 我的同学 就天妖加醋地 叙了我一番 我有些不耐烦说 我家死人 你倒有了故事了 王医生想了想 对我说 那 你这两年 靠什么活着 我说 混天算天呗 王医生 就看定了我问 怎么混 我没回答 呆了一会儿 王医生叹了一声说 混可不易 一天不吃饭 骑路都乱 不管怎么说 你父母在时 你家日子还好过 我不服气说 你父母在 当然要说风凉话 我的同学 见话不投机 就岔开说 呆子 这儿没你的对手 走走走 和我们打牌去吧 呆子笑一笑说 牌算什么 瞌睡着也能赢你们 我旁边的人说 据说你下棋 可以不吃饭 我说 人一迷上什么 吃饭倒不是重要的事 大约能干出什么事的人 总免不了 有这种傻事 王医生想一想 又摇摇头说 我可不那样 说完 就去看窗外 一路下绝 慢慢地 我发觉我和王医生之间 既开始有互相的信任 和基于经验的同情 又有各自的疑问 他总是问我 与他认识之前 是怎么生活的 尤其是父母死后的 这两年 是怎么混的 我大约地告诉他 可他又特别在一些细节上 详细地打听 主要是关于吃 例如讲到有一次 我一天没有吃到东西 他就问 一点都没吃到吗 我说 一点也没有 他又问 那你后来吃到东西 是在什么时候 我说 后来碰到个同学 他要用书包装很多东西 就把书包翻到过来 腾干净 里面有个干馒头 掉在地上就碎了 我一边和他说话 一边就把那些碎馒头吃了 不过说老实话 干烧饼比干馒头解饱得多 而且顶时候 他同意我关于干烧饼的见解 可马上又问 我是说 你吃到这个干馒头的时候 是几点呀 过了当天夜里十二点吗 我说 哦 不不不 十点吧 他又问 那你第二天吃什么了 我有点不耐烦了 讲老实话 我可不太愿意重复这些事 尤其是细节 我觉得这些事总在腐蚀我 他们和我以前对生活的认识 不太合折 总好像在嘲笑我的理想 我回答说 当天晚上我睡在那同学家 第二天早上 同学买了两个油饼 我吃了一个 上午我随他去跑一些事 中午他请我在街上吃 晚上嘛 我不好意思再去他那吃了 可另一个同学来了 知道我没什么着落 硬拉着我去他家 当然吃的还可以 怎么样 你还有什么不清楚的 他笑了 说 你才不是说 你刚才一天没吃东西吗 你十二年以前吃了一个馒头 没有超过二十四小时 更何况第二天你的火石水平不低 平均下来 你这两天的热量还是可以的 我说 哎呦 你恐怕真是有些呆 要知道 人吃饭不但是肚子的需要 而且是一种精神需要 不知道下一顿在什么地方 就特别想到吃 而且饿得快 他说 你家到上好的时候 有这种精神压力吗 恐怕 没有什么精神需求吧 有 也只不过是 想好 让再好 那就馋 馋是你们这些人的特点 我承认 他说的有道理 经不住问他 你总在说 你们你们 可你是什么人啊 他迅速地看着其他地方 只是不看我 说道 我当然不同了 我主要是 对吃要求的比较实在 哎 不说这些了 你真的不喜欢下棋 何以解忧 唯有像棋 我瞧着他说 你有什么忧啊 他仍然不看我 没什么忧 没有 忧这玩意儿啊 是他们文人的佐料 我们这种人 没什么忧 顶多是有些不痛快 何以解不痛快呢 唯有像棋 我看他对吃 很感兴趣 就注意他吃的时候 列车上给我们这几节知青 车厢送饭的时候 他若心思不在下棋上 就稍稍有些不安 听见前面大家 拿吃的时候 铝盒的碰撞声 他常常闭上眼 嘴巴紧紧收着 倒好像有些恶心 拿到饭后 马上就开始吃 吃得很快 猴杰一缩一缩的 脸上绷满了筋 常常突然停下来 很小心地 将嘴边 或者下巴上的饭粒 汤水油花 用整个手指抹到嘴里 若饭粒落在了衣服上 就马上一按 粘进嘴里 若一个没按住 饭粒由衣服掉到地上 他也立刻双脚不再移动 转了上身找 这时候 他若碰上了我的目光 就放慢了速度 吃完饭以后呢 他把两个筷子 要舔得干干净净 拿水把饭盒也充满 先将上面的一层油花吸紧 然后就带着 安全到达彼岸的神色 小口小口地喝 有一回他在下棋 左手轻轻地扣茶几 一粒干缩了的饭粒 也轻轻地小声跳着 他一下注意到了 迅速将那个饭粒 放到嘴里 塞上立刻显出精度 我知道这种干饭粒 很容易嵌到草芽里 扒在那儿 舌头是赶不出的 果然 待了会儿 他就伸手到嘴里去抠 终于嚼完了 喝着一大股口水 咕的一声咽了下去 猴杰慢慢地移下来 眼睛里有了泪花 他对吃是虔诚的 而且很精细 有时你会可怜那些饭 被他吃得一点汁都不剩 真有点惨无人道 我在火车上一直看着下棋 发现他同样是精细的 但就有气度很多 他常常在我们还根本看不出 一失败局时 就开始重新码骑 说再来一盘吧 有的人不服气 非要下班 总会被他那样的暗示死刑 存有些侥幸 他也就奉陪 用四五步骑 把对方逼死 说非要听江 有眼 我每看到他吃饭 就回想起 杰克伦敦的热爱生命 终于在一次饭后 他小声喝汤的时候 讲了这故事 我因为有过饥饿的经验 所以特别渲染了 故事中的饥饿感 他不再喝汤 只是把饭盒端在嘴边 一动不动地听我讲 我讲完 他待了很久 凝视着饭盒里的水 轻轻地吸了一口 才很严肃地看着我说 这个人是对的 他当然要把饼干 藏在褥子底下 照你讲 他是对食物 发生精神上的恐惧 是精神病 不 他有道理 太有道理 写书的人 怎么可以这么理解 这个人呢 杰 杰什么 杰克伦敦 这小子他妈的真实 饱汉不知恶汉的鸡 我马上指出 杰克伦敦 是一个如何如何的人 他说 是啊 不管怎么样 像你说的 杰克伦敦后来出了名 肯定不愁吃的 他当然会叼着根烟 写些嘲笑饥饿的故事 我说 杰克伦敦 丝毫也没有嘲笑饥饿 他是 他不耐烦地打断 我说 怎么不是嘲笑 把一个特别清楚 饥饿是怎么回事的人 写成发了神经 我不喜欢 我只好苦笑 不再说什么 可是 一没人和他下棋了 他就又问我 嗯 再讲个吃的故事 其实 杰克伦敦那故事挺好 我有些不高兴地说 那根本就不是个吃的故事 那是一个讲生命的故事 你可真不愧是奇呆子 大约是我脸上有种表情 他于是不知怎么办才好 我心里有一种东西生上来 我还是挺喜欢他的 就说 好吧 巴尔扎克的帮斯舅舅 你听过吗 他摇摇头 我就又好好的描述了一下 帮斯舅舅这个老涛 不料他听完 马上就说 这故事不好 这是一个馋的故事 不是吃的故事 帮斯这老头 若只是吃而不馋 不会死 我不喜欢这个故事 他马上意识到 这最后一句话 就急忙说 嗯 这倒也不是不喜欢 不过洋人总和咱们不一样 隔着一层 我跟你讲故事吧 我马上感到兴趣 奇呆子居然也有故事 他把身体靠得舒服一些 说道 从前呢 笑了笑 接着说 老是他们从前 可这故事啊 是我们院的 无奶奶讲的 嗯 老辈子的时候 有那么一家子 吃喝不愁 粮食一囤一囤的 顿顿想吃多少就吃多少 嘿 可美气呢 后来呢 娶了个儿媳妇 那可真能干 就从来没把饭做糊果 不甘不惜的特解饱 可这媳妇 每做一顿饭 必抓出一把米来藏好 听到这儿 我忍不住插嘴说 哎呦 老掉牙的故事了 还不是后来遇到了荒年 大家没饭吃 媳妇就把每天攒出来的米 拿出来 不但自家有了 还分给了穷人 她很惊奇地坐直了 看着我说 你知道这故事啊 可那米没有分给别人 无奶奶说 没有分给别人 我笑了 说这是教育小孩 要节约的故事 你还拿来讲的 有滋有味的 你可真是个呆子 这可不是什么吃的故事 她摇摇头说 这太是吃的故事了 首先得有饭才能吃 这家子有一囤一囤的粮食 可光穷吃不行 得记着断顿的时候 每顿都要欠的一点 老话说 半鸡半饱日子长嘛 我听了想笑 但没笑出来 似乎明白了一点什么 为了打消这种异样的感触 就说 呆子 我给你下棋吧 她一下地高兴起来 紧一紧手脸 啪啦啪啪 就把棋马好了 说 对对对 说什么吃的故事啊 还是下棋 下棋最好 何以解不痛快 唯有象棋 好 你先走 你先走 我又是当头炮 她随后把马跳好 我随便动了一个字 她很快的把兵移前一格 我并不是真心的下棋 心想 她念到中学 大约也读过不少书 就问 你读过曹操的短歌行吗 她说 什么短歌行 我说 那你怎么知道 何以解忧 唯有杜康 她愣了 问道 杜康是什么 我说杜康是个造酒的 后来也就代表了酒 你把杜康换成了象棋 倒野风去 她摆了一下手 说 哦 不不不 不是不是 这话是个老头说的 我每回和他下棋 他总说这句 我想起了传闻中 那个剪烂纸的老头 就问 是那剪烂纸的老头吗 他看了我一眼说 不是 不过剪烂纸的老头 棋下得好 我在他那儿 学了不少东西 我很感兴趣地问 这老头什么人呢 怎么下的一手好棋 还剪烂纸 他很轻地笑了一下说 下棋不当饭 老头要吃饭 还得剪烂纸 可不知他以前什么人 有一回 我抄了几张棋谱 不知道怎么找不到了 以为是当垃圾倒出去了 就到垃圾队站里去翻 正翻着 这老头推着框过来了 指着我说 你个大小伙 怎么还抢我的买卖 我说不是不是 是我找丢了东西 他问什么东西 我没搭理他 可他还问个不停 说钱 存折 结婚帖子 我只好说是棋谱 正说着就找到了 他说叫他看看 他在路灯底下 很快就看完了 他说 这棋没根啊 我说这是以前市里的 象棋比赛 可他说 哪儿的比赛也没用 你瞧着 这叫棋路 狗脑子 我心想 怕是遇上一人了 就问他 当怎么走 老头哗哗地 说了一通棋谱 我一听 真的不烦 就提出要跟他下一盘 老头让我先说 我们俩就在垃圾站下 下盲棋 我是连书五盘 老头的棋路 猛听 头脊不没什么 可是 找子 真阴 真狠 打闪一般 网得开 又收得紧 又快 后来我们见天的 在垃圾站下面 下盲棋 每天回去 我就琢磨他那棋路 以后居然跟他平过一盘 还赢过一盘 其实赢的那盘 我们一共才走了十几步 老头用千丝爬的 敲着地面 叹了一声说 你赢了 我高兴了 只要说 要到他那儿去看看 老头白了我一眼说 你撑着呀你 告诉我 明天晚上 再在这儿下 第二天我去 见他推着筐 远远的来了 到了跟前 从筐里取出一个小布包 递到我手上 说 这也是棋婆 让我拿回去 看桥都懂不 又说 哪天有走不动的棋 让我到这儿来 说给他听听 兴许 他就走动了 我赶紧回到家里 打开一看 真他妈看不懂 这是一本艺术 也不知道是哪朝哪代的 手抄的 边边角角 补了又补 上面写的东西 不像是说象棋 好像是说另外的什么事 我第二天又去找老头 说我看不懂 他哈哈一笑 说他先给我说一段 提个写 他一开说 把我吓了一跳 原来开宗名义 是讲男女的事 我说 这四旧 老头叹了 说什么是旧啊 我这每天捡破烂 不就是在捡旧吗 可我回去 把他们分门别类 卖了钱 养活自己 不是新的吗 又说 咱们中国道家 讲阴阳 这开篇 是借男女 讲阴阳之气 阴阳之气 相油相浇 出不可太盛 太盛则舌舌 舌就折断的折 我点点头 太盛则舌 太弱则谢 老头说 我的毛病 就是太盛 又说 若对手盛 则以柔化之 可要在化的同时 造成克施 柔不是弱 是容 是收 是寒 寒而化之 让对手 入你的事 这事要你造 须无为 而无不为 无为即是道 也就是 其运之大不可变 你想变 就不是想齐 书不用说了 连齐边都站不上 齐运不可背 但每局的事 要自己造 齐运和事既有 那可就无所不为了 玄是真玄 可戏琢磨着 是那么个灵 我说 这么讲是真提气 可这下棋千变万化 怎么才能准赢呢 老头说 这就是造势的学问了 造势 妙在契机 谁也不走子 这棋可没法下 可只要对方一动 势就可入 就可倒 高手你看他很难 这就要损 损他一个子 损自己一个子 先倒开 或者找眼睛下 指住他的入势 铺排自己的入势 这时 你万不可死损 事事要相机而变 事事有相阴之气 事套事 小事开导 大事 寒而化之 跟连跟 别人 也就奈何不多了 老头说 我只有套 事不太明 套可以算出百步之远 但无事 不成气候 又说我脑子好 又琢磨劲 后来输我的那盘 就是大事一破 再下就是玩了 老头说 他日子不多了 无儿无女 遇见我 就传给我吧 我说 您老人家 琪道这么好 怎么干这营生呢 老头叹了口气说 这琪是祖上传起来的 但有迅 为琪不为生 为琪是养性 生则会坏性 所以生不可太生 又说他从小 没学过什么谋生的本事 现在想来 倒是训坏了他 我似乎听明白了一些祈道 可很奇怪 就问 祈道和生道 难道有什么不同吗 王医生说 我也这么说 而且磨正起来 吻得天下大事 老头说 琪就是这么几个子 琪盘就这么大 无非是道同事不同 可这子儿 你全能看在眼底 天下的事儿 不知道的可太多了 这每天的大字报 张张都新鲜 虽然看出点道 可不能揪底 子儿不全摆上 这琪可就没法下了 我又问那琪谱 王医生很沮丧地说 我每天待在身上 反复地看 后来你知道 我四大字报 被造反团抓住 叔就被他们搜了去 说是四舅 给毁了 而且 还是当着我的面毁 好在 叔已经在我脑子里了 不怕他们 我就又和王医生 感叹了许久 火车终于到了 所有的知识青年 被卡车运到了农场 在总场 各分场的人 上来领我们 我找到王医生说 呆子 要分手了 别忘了交情 有事没事的 互相走动 他说 当然